欢迎回到洛杉矶华人资讯网 How to 视频系列 我是Maggie 如果你在YouTube上看到过我呢 大家都知道我有一个英语教学频道 叫做Magster English 我最近开了一门英语口音课 叫做Start with the ABCs 我们这节课呢 主要是一个英语揪音课和锻炼英语思维的课 如果你有兴趣呢 可以在描述栏里找到详细介绍和报名信息 那今天呢 我们借助洛杉矶华人资讯网的平台 跟大家说一说 怎么样能学一口地道的美语 首先第一点 人人都可以做到的 那就是如果你想要把自己浸泡在一个英语环境里 你一定要把你的手机啊 你的电脑所有设置语言能调成英语的都把它调成英语 Trust me it works 一定要这样子 因为在你不知不觉当中呢 你可以学到很多单词 比如说你的微信 如果你把微信调成了英语之后 你就会突然间发现 哦原来这些词我都不知道啊 比如说你的朋友圈你怎么说呢 微信里叫做Moment Right 是不是之后你慢慢的就会发现一点一点的就会知道很多陌生的英文单词 然后看到这个英文单词就会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哦 第二点 很多人都说看美剧学英语 听英文歌学英语 怎么学呀 我怎么看完美剧看完就忘了呢 听完英文歌听着好听忘了呢 我自己看美剧学英语听歌学英语 我有一套独门秘诀 现在我就分享给你 我把它叫做三遍看美剧学英语法 你怎么叫都行 变成自己的对不对 第一遍你要看完全没有中文字幕 没有英文字幕 我知道很多人会说 那我不就蒙了吗 没关系 你要培养你的语感 第一遍我就找一几 然后开始就看着一遍 什么字幕都没有 我听不懂 但是你听不懂的时候 你自己心里要知道 在这里我刚才有一点没有听懂 你一定要自己脑子里 就给自己打一个机灵 或者你听不懂 你一定要这时候暂停 拿纸笔记下来 三分零二秒 我没有听懂 然后你自己要再想一遍 是词不认识呢 还是他说的太快了 我没听懂呢 还是说这里面有一个习语 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呢 还是一些其他的问题我没有听懂 这一点一定要知道 非常非常重要 知道自己哪里没听懂 是学英语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那这个时候 我一遍看完了以后 我再回看第二遍 第二遍是怎么样呢 英文字幕 我们中国人的听读写都属于不错的 所以你一看到他的字幕打出来之后呢 你可能会有恍然大悟的感觉 这个时候你自己就可以针对你自己的问题 再去练习语的英语 那第三遍看什么呢 中英字幕 中英字幕对照 如果是习语的话 我刚才那个习语没听懂 我把这习语记下来 第三个呢 还是看美剧学英语的高一级的等级 在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怎么样啊 我在我自己的视频里也说过 像我们这种啊 没有太多朋友的人 你说怎么办 我跟谁去练这英语呢 那怎么办 我可以假装 我自己呢 是这个电视剧里的一个人 比如说美剧像老友记呀 这个老爸老妈罗曼史这种美剧 你有没有发现 它大多数的场景 都是一群人在说话 一群人在聊天 那这个时候 你就很容易的 把自己就融入进去了 但是你融入进去 你不要忘记 你在练英语啊 比如说 我们拿老友记来举例 首先也许 这个场景是两个人在对话 那第一个人说完这句话以后 第二个人在还没说话的时候 你要暂停 你暂停之后你要干嘛啊 你先看你能不能听懂 第一个人说的话 如果听懂了 你可以想一下 那如果是我在跟他说这个话 我要怎么回答啊 你自己可以拿出你的手机 随便找一个录音机 你就可以录下来 自己回答的这个话 录下来之后呢 然后你再点击播放 看另一个人是怎么说的 另一个人说的是跟你有什么不同啊 人家说的为什么美事啊 或者是人家的口音跟你有什么不同啊 人家用了什么词会比你更地道一点啊 这个时候你就会慢慢的进步 你的英语就会越来越native 我们所说的native就是更加越来越地道 越来越地道的美语 所以大家可以用这种方法呢 来练习自己的思维能力 来练习这种英语思维 所以我觉得这样也非常非常的好 再接下来呢 可能就更高级一些了 那是我们的第四点 对于在美国呢 有一定英语基础的人 然后英语的词汇量稍微高一点的人 非常非常有帮助 那是什么呢 我管它叫自己出标题法 这个可能是我特别不会取名啊 大家不要笑 但是自己出标题法非常有用 比如说吧 我今天在看CNN 我在看新闻 我这个打开这个软件 我不去看它 我随便点击开一篇文章 不要看标题哦 一定要注意不要看标题 我来读这篇文章 我在读的时候 我心里就要有这种想法 如果我是记者 我读完这好几百字的文章 我会给它起一个什么样的标题呢 这个呢 可以锻炼你英语的简洁性 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你的英语已经非常好 可以交流的时候呢 经常会遇到 说英语不简洁这个问题 所以说大家如果是这个类型的 自己一定要用这个方法来练习 你在读的时候 你看人家的句式 为什么那么简洁 好 那经过这些方法的训练呢 我相信你的英语 一定会有大幅度的提升 然后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我的课程信息呢 在底下信息栏里会有我详细的信息 然后在我洛杉矶华人资讯网的主页里面呢 也会有更多的信息 那如果你想要看更多how to视频呢 一定要订阅洛杉矶华人资讯网how to视频的频道 然后不要忘记给这个视频点个赞哦 分享给你想要学习英语的朋友 那好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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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